用眼看世界,用心听新闻,这里是废典新闻 乌克兰近日警告赫尔松南部和扎波罗热的居民撤离 预示乌军准备发动反攻以夺回该地区 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从2月下旬起即被俄罗斯军队占领 在声明中乌方呼吁在该地区的乌克兰居民尽一切可能撤离该地区 同时也敦促那些不能离开的人应该为乌军可能进行的反攻型动作好准备 寻找庇护场所,充足的饮用水和食物 由于赫尔松南部和扎波罗热毗邻克里米亚 这验证了乌军之前声称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被克里米亚大桥发起攻击的传闻 一旦克里米亚大桥受到攻击或被乌克兰军队控制 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补给俄方将只能通过水路完成 在乌克兰东部,随着俄罗斯军队从临近的卢干斯克新占领的领土上推进 俄罗斯继续向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尼古拉耶夫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城市地区 发射火炮和火箭弹,造成了一定数量的平民伤亡 据当地居民表示 俄罗斯正在昼夜轰炸乌克兰控制的城镇斯洛文尼亚斯克 附近的城镇德鲁日夫卡也被俄罗斯导弹击中 附近的克拉玛托尔斯克镇也遭到袭击 而乌克兰方面,由于西方援助的忠诚武器已经陆续到货 乌克兰的新战略是切断俄罗斯军队的补给线和俄罗斯后方的弹药库和油库 精准打击俄罗斯关键军事基础设施以达到扰乱俄军的后勤保障 在过去的四个星期里 俄罗斯占领的顿巴斯和乌克兰南部的近20个俄罗斯弹药库 包括一些最大的弹药库被乌军击中或完全摧毁 乌克兰军队在吕西昌斯克被俄军占领后更加大了对其补给线的打击力度 仅上一周,乌克兰就报告了对俄罗斯运输线的数十次成功袭击 其中包括动用中程火炮、导弹和战机 不过目前尚不清楚乌克兰炸毁俄罗斯弹药和补给线的速度 是否足以阻碍俄军在乌东的推进 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向美国呼吁更多的高机动火箭炮系统之后 美国决定再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海马斯火炮 这使得在乌克兰使用的海马斯系统提升到了至少12套 乌克兰真理报最近援引乌克兰军方的消息称 乌克兰现已动员了超过100万的士兵参与乌克兰的安全和国防 其中包含了多达70万名乌克兰武装部队士兵 9万名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军人 近6万名边防警卫和10万名国家警察军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式的俄罗斯方面 由于俄军人员和物资出现了大量的战损 俄罗斯已经开始使用驻扎在比尔哥罗德附近的预备役部队 来修补前线人员不足的漏洞 而最新情报显示 俄罗斯目前正在将一些没有受过充分训练的新兵 和老旧过时的坦克装甲运往乌克兰前线 很多是在50年代设计为牵引火炮的拖拉机 具有非常有限的活动和防御能力 希望你喜欢这次的节目内容 对点新闻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咨询和时事评论 欢迎订阅按赞和分享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视频啦